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反两面 看个人的姻缘 有福气的 你就住到 这个如法的房子 没有福气的 那你就住到 这个很不平安的房子 这个都有真理可以依循 犹如我们一栋房子搬过去住了 结果全家开始渐渐的反目无情 做事业也开始颠颠倒倒 所遇到的贵人都颠颠倒倒 这个就是缓工 就像这个房子 这都是房子 这个路是这么长 好多房子都是这样 结果这个都是缓工 你们要搬去住 要选择房子 最好不要去买这个房子 因为你没有本钱去失败 没有本钱去在那边吵吵闹闹 没有本钱去亏本 只有这边是可以 这边是可以 这边你就不要买 哦 这个我印证了 好多好多好多 那么这有没有结 是有结 怎么结 一个简单的方式 你就从大门来修改 你需要修改 务必进入我们中文来学 比较详细 你像这个缓工来 水从这边来 你缓工 你尽量把它切成 切成 给它 它这个墙壁平行把它切掉 切掉来收这个器 若是水从这边来 你 角度 学一点来收这个器 这个务必你要来 上课 详细来学 才不会 受到吃亏 还有缓工的 很多路子 很多路子 那你在这里 就缓工 这个缓工的受期 你住在这里 这里也是不好 你要选 你要选在这边 就对了 所以社区 在规划 政府单位 规划师 往往都忽略了 没有这个智慧 所以害死 社区的不平安 是我们社会的损失嘛 所以希望各位 我们同学们 我们懂了之后 如果还没买 你对于缓工的地区 房子 你一定要小心 免得让有缘的人 让他们吃了亏 受到伤害 那真的 社会就少了一份福气了 那么你也是增加一个功德 各位要注意 每周天下的开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